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仍然盼望有人可以打开你的镜头 让我能够见到一些弟兄姊妹,多谢你们,Kate,Leo 我想说刚才Khan问今天是什么日子,问有没有人知道 我愿意摇一摇手,我以为我知道 其实他关心的是你们要选立长老 但其实我以为是说中港通关的一件事 所以我一直在看新闻,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因为我在这里计划今年什么时候回中国 我也在计划什么时候可以去到你们当中实体港道 所以我现在是在偏排的,目前应该是九月第一个星期 我就会回来,看看如何安排 我会通知你们,希望能排得到,我可以去到你们实体当中来到港道 等了三年,所以当然这个通关中国的开放 是有很多我们都在这里纪念的事,大家都知道 但我盼望这个波动或者这个情况早点过 就可以安定,很多人都等着回去探望家人 我们一直在这里看新闻,所以很记挂这件事 我一直都仍然在查,特别是香港 有多少人感染,多少输入,多少人离世,多少人在ICU 一直都看着这些数字,我都很关心 所以今年对我来说是很特别的一年 我盼望能够真的可以回到中国 可以探望我的同工,还有见一些弟兄姊妹 探望一些学生 同样2023年也是我移民来加拿大五十周年 今年是我来加拿大五十年已经,是半个世纪 发现真的时间过得很快 我刚才又回顾过去两年,很感谢你们给我有机会 给你们当中来到服事 讲了希伯来书,讲了传道书,总共讲了25堂 但我一直在想的时候,我就觉得 我盼望能够有机会和你们在崇拜之外 有机会和大家在网上见面,如果可以,聊聊天 不像只是在崇拜才能见到,我觉得 有没有机会可以,有其他时间 若个时间,大家拿着杯茶 可以聊两三个小时 我觉得希望可以,今年可以安排到 上一次我跟大家分析是12月4日 我在香港的一间教会 一间房间里跟大家说 转眼间我回来已经两个多星期了 都很感恩,一切都很顺利 今年我选择了个题目 其实有个总题目,叫做《铅股施金》 我选择了12个人物,会和大家分享 其中首六个都是来自《创世记》 然后其他在《新约》都有 应该六个是旧月,六个是《新约》 但六个受约应该都是《创世记》 就是《亚当》、《罗亚》、《阿巴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 然后《新约》如果我没有记错 应该是《比德》、《约翰》、《保罗》 然后还有三个我不记得 我不记得是否全部《新约》 但我准备了12个人物和大家分享 所以今天第一个人物就是《亚当》 我给这个题目叫《听神所言,从神而行》 这个就是我们今年的第一课 我突然之间,我今天,其实不是今天 这一两个星期已经进入2023年了 我发现我好像没怎么停过 因为圣诞节在教会又很忙 接着一月一开始,一月一号已经开始讲到 一直很忙,好像没怎么停过 但是我也很感恩,今年有新的开始 有一个新的系列跟大家分享 我们在听之前,我们也先做个祈祷 也求神带领我们今年整个系列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天父我们也求祢保守我们 又保守孩子在你面前 作为你自己的仆人,作为你自己的出口 求祢都是用你的恩典来覆盖我 知道人是有软弱,人是有不完全,人是有需要 所以求主耶稣你自己特别 用你的补血遮阔我的软弱 又求父神赐下你的恩典 让我有足够的恩典 能够将你的心意说得明白 有时我们发现人真的,人算什么 可以来到讲神的道 所以带着一个很感恩的心 又带着一个很敬畏的心 在人的面前,在神的面前 我们一同来到敬拜 一同来到看你自己过去 给我们一些人物里面所应当学习的教训 主要求祢给我们有一种感恩的心 有一种敬畏的心 来到过每一年,过每一日 叫我们不要轻易的,不要很随便的 来到做事,或者来到过我们的日子 求主祢真是帮助我们在你面前 可以很沉重 好像年年这样过,好像理所当然 但是叫我们在当中 我们不要觉得每一件事都是理所当然 而是每一件事都能够懂得去珍惜 懂得去看重 保守以下的时间 让我们从亚当的身上真的有所学习 听我们的祈祷,带领以下的时间 奉耶稣的名祈祷,咱们 好,那么我现在刚才很少想讲国语 我就想先提的是 《监古诗金》这四个字 我发现,刚才也提到我们要看神的话语 在《监古诗金》当中 这本我们常常都说 这本是一本很古旧的书 我们有时候说是古书 我们提到我提到的题目叫《监古诗金》 这本是有很多人的事情 里面有很多人的故事 而我们看《监古诗金》 圆读圆经人物 就是要从人的故事来看到神的心意 然后根据神的心意来写我的故事 每个人都有你和我的过去 都有你和我的现在 都有你和我的将来 当然我们知道我们过去有多少 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将来有多远 但是我们的过去和我们的现在和我们的将来 就是我们的故事 所以在我们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 就要学习如何能够《监古诗金》 《监古诗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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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古人的故事 不单只是我的故事 甚至也会影响别人的故事 你发现很多时候我们所做的事对人是会有影响的 所以当我们愿意从人的故事去探讨神的心意 根据神的心意来写我们的故事 我们会影响别人去写他们的故事 我记得我曾经有位同学 他是做牙医的 我就会看他 是很多年前 现在已经没有看他了 他在一个浮仔做牙医 我特意开车 说得广东话来说去光顾他 就是支持一下他 所以我就很喜欢去找他看牙 他就一个人 一个人的浮仔 浮仔不是很大的 他又帮我洗牙 帮我看牙等各样的事情 我记得初初去看他的头一两次 他就很用心机和我说了很多东西 他又教我怎么去用牙线 怎么去用什么牙刷 甚至用什么牙膏 用什么浪口水 说他很有心机和我说 说到我发现好像他说的时间和他洗牙的时间差不多这么长 第一我觉得 我就给你钱洗牙 我就不给你钱说这些事情 这些是你自己负责的 我心里一直在想 他一直在说 越说越投入 我听听听下 我就拿了一盘抹牙出来给我看 怎样拆 怎样弄 我说 没有贴士的 看完牙就走了 我们有保险的 他这么好心机的 我说一说他又是我同学 我忍不住跟他说 我说他叫Vincent 我说Vincent 你为什么说这么多东西 洗完牙就应该走 还这么好心机说 我说你这样说 如果我听完的话 你就很糟 他说为什么很糟 因为你说我们怎么照顾牙 我照顾得很好 我就少看你 有些人如果牙不好 就四个月六个月洗一次牙 如果牙好的时候 可能七个月八个月才洗一次 那你就做少一点生意 那你就很笨 Vincent他又很有趣 我记得那时候 他在弄一些东西 不要怎么看我 就是弄牙的东西 他说你放心 我说我说我说 没有人会听的 我发现很多 很多人真的是这样 我们不是 我们很多人苦口良心 说了很多东西 但是我们真的是不听 所以他说我怎么说 我作为医生一定要说 但是很多人真的不听 照舊 一样是四个月六个月就回来看我一次 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去一间餐厅吃东西 在多伦多 Kahn有机会也会去找这间餐厅 可能你也知道 他叫荷里活餐厅 他经常有一些纸摆在桌面 经常写一些很精净的说话 下面的六句就是我在那个餐厅里看到的 那里怎么说呢 他说很多时候 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几句说话 就是说你又不听 听你又不做 做你又做错 错你又不认 认你又不改 改你又不耐 这个基本上就是人的问题 人其实由始祖亚当到今日 我们都是有这个问题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懂听 我们不懂做 以至产生了很多的问题 讲到亚当 在新约也有提到他 新约里面有讲到 哥林多前约15章45节 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 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 第一个人 神所做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 接着提到末后的亚当 就指道成肉身的耶稣 他成了叫人活的灵 为什么末后的亚当成为叫人活的灵呢 为什么要叫他活的灵呢 因为他死了 为什么死了呢 因为有灵的活人听话 影响了之后所有的人 哥林多前约15章22节那里说 在亚当里面众人都死了 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要复活 这也是提到 是呼应15章45节 或者是之前所说的 亚当里面我们众人都死了 上上洞很多人说福音的人都说 为什么亚当犯罪我要负责的呢 为什么他做错事我要受影响的呢 首先我们要明白 我记得有一次我看一本书 是讲到毅托星的 有人就问他这个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讲在亚当里 比如说你有一本书 里面你摄了一些东西 摄了一张纸 当这本书如果不小心 摄了下水的时候 不是只是一本书里面 你那张纸也会摄了 如果这本书烧了的话 你也会烧了 如果亚当死了的时候 我们也会死了 意思如果譬如说 如果我三十多年前 如果我意外过了生 他们不会出生 因为他们是从我而出的 所以毅托星就用这个例子来比喻 而且我们要看到一件事 在罗马书五章十九节 他一人撥益 众人成为罪人 一人信从众人成为义 人与人之间 刚才我说过 人的故事是会影响我们 我们的故事是会影响人家 在这里我看到 当我们说监古施金 当我们说亚当的时候 作为第一个人 我们明白一件很重要的 就是原来罪这件事 不是一人做事一人当的 原来罪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它是有牵连性的 所以我相信有时 我自己都会提醒自己 一个人 他真的不能任意妄为 不能胡言乱语 原来人与人之间是有影响的 亚当很明显的影响了我们 其实我们互相都在影响的 有没有听过说话说 一言兴邦一言丧邦 有时我们不小心说一句话 或者是我们无知说一句话 或者我们有时说一句不好的话 是会影响人家的 所以亚当第一天 当我们在看亚当的时候 我常常都会问这个问题 我说为什么他做事会连累我的呢? 原来人做事是会连累人的 是不是独立一个个体来的 我们不是一个自己的一个系统 而是大家在同一个系统里面的 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一件事 所以我们亚当本身他没有听神所言 他没有从神而行影响了我们 我们是一样的 所以有时我常常提醒 有时和弟兄大家聊天 就是作为弟兄自己要对自己负责 自己要对自己的工作负责 自己要对自己的家庭负责 我们不要做任何事去影响我们身边 我们生活圈子的人 我们要负责任 对家庭要负责任 我有时和弟兄分享的是 有时我们要小心 不要犯罪 不要犯错 不要让家人担心 就是亚当 真的可以说亚当 连累了很多人 我们都要跟亚当学习 不要连累人 所以我今天和大家一起看看亚当 亚当本身 我们先看第一 就是亚当的生平 这里有三样东西 第一就是他做在乐园 但他败在乐园 最后他逐出乐园 其实亚当的起跑点是很正的 是不是 神所创造 不需要竞争 神给了他所有需要的东西 是不是 有神的同在 有神的同行 有神的供应 当时来说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环境 一个很好的起跑点 可惜虽就虽在 他是赢在起跑点 但是他输在跑的过程当中 最后他真的输在终点线下 他拜再乐园 他是被神所做 做完之后有提到 是神有吩咐 而创造之后也提到 神在一起所做都是很好的 神六天的创造最后一句话说 神看着都是好的 神做完之后也是这样说 他做人 他也被人有吩咐 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 有人说 就是说 创造者 他同样是被造物的主人 他做你 所以他是拥有你 所以被造应该听从创造者的吩咐 是你所当然的 所以做了起乐园 不是表示可以任意妄为的 仍然要听神的吩咐 他最后他拜再乐园 他违命 后来神问责 他逃避神 最后他也要受罚 有人又会问这个文章 其实吃个果子而已 其实这个不是 圣经没有说是苹果的 有人曾经说 世界上影响人类三大苹果 一个就是牛敦的苹果 发现地心吸力 第二个就是苹果手机 第三个就是乐园里面的苹果 当然圣经没有说是苹果 只是一个的果子 一个的果子 但实际上今天的苹果 都对我们有很多影响 不是苹果 就是手机对我们有很多影响 其实很多东西被造出来 包括刚才我说 你说苹果手机也好 很多东西都好 其实被造是可以好的 但是要按照神的吩咐才行 可惜亚当他违命 以至后来受罚 有人说这么小的事 为什么神这么严厉呢 其实我翻译的那本书 叫《陌生客同路人》 在上海三联也有出版 那位作者也说 解释就是说 其实你说这么小的事都佛 其实你反过来看就是 这么小的事都守不住亚当 就是他都守不住 亚当都守不住 神不是叫你做些很难的事 一个吩咐你都守不住 但是有时当我在想想当时我发现到 其实不是小事 其实你发现很多小事只是开头 但是一个人如果连小事都守不住 他大事更加难守 所以有时我都会提醒自己 不要以为小事就不小心 小事是会很累事 所以我很多时候都说 不要觉得这些事情不要紧要 我记得有一次 我应该是第一次在你们当中讲到 我刚才也查了 是2008年 我很记得第一堂和你们讲到 叫做《三重试探》 我都有讲到一样的就是 很多时候我们会出去 特别在中国做生意 要出去应酬喝酒 很危险的 我提到为什么那些人会喝醉呢 一小杯而已 一小杯而已 不是很大杯而已 不会喝醉的 一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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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我问了一个问题 人什么时候才会醉呢 就是当你醉的时候你就会醉 有时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醉 小事比如说我不怕的 我不会上瘾的 有没有试过我最近发现有一天 我可以看YouTube看了三个钟头 没有不正经的东西 全部都是很好看的东西 很好看 我看看突然之间 我看看已经天黑了 一个一个很短的YouTube 每一个是五分钟 三个钟头我看了超过 应该是36个YouTube 没有了三个钟头 原来这么危险 我真的很害怕 所以后来我昨天也跟我老婆说 原来人可以不知不觉 原来小事是很大的事 所以你看到阿当在乐园 但是很小事 但是小事可以成为大事 如果你不小心 所以我这里经常提醒我自己 当我看阿当都会提醒自己 不要以为小的东西不重要 要很小心 要很小心 最后他被逐出乐园 所以刚才我说 当我看阿当提到 他是一个很好的起跑线 可惜他输在终点上 所以后面有句话 我是很喜欢的 是我很喜欢的 所以这次送给大家 人真的可以有好的起点 但也要有好的终点 人的一生是有始有终 但是不要败在其中 人的起点不论好坏 人的目前不论成败 人不要以失败告终 人要不负此生 这两个说话 我觉得从阿当给我们一个好的提醒 他有好的起点 但我们也要有好的终点 我们人生一定有始有终 阿当有被造 他有被逐 他最后离世 我们一天都会离开这个世界 刚才我说移民来多伦多 来了50年了 转眼间就过了 我前两天跟太太出街 看到一个地方 她说要建设几座大厦 我说当她建设完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建设 因为她那个是很大的 可能10年之后才建设完 10年后 我们已经多少岁了 人真的是 人一生有始有终的 不要什么呢 败在其中 所以我提醒大家 现在可以有个反思 就是 无论我们的起点是怎么样 无论是好是坏 无论今天你目前是怎么样 无论你是成或者坏 可能在家庭方面 可能在工作方面 可能在你个人方面 可能在教会方面 有些事情 可能不是很顺利 可能不是很成功 可能甚至是很失败 但你不要终结在这里 你仍然有今天的时候 你就不要以失败告终 你要及时回主 你要及时归正 以至我们人生 不会败在终点 我们要不负此生 我看回我自己 我的出生 没有阿当那么好 我不是出生在伊甸园 我的家庭很简单 一家八口 我爸爸闲选 很少在家庭 我妈妈没有读过书 所以对我来说 不是很大 在读书上 她不是很帮到我们很多东西 我妈妈每天在家庭就是做法 每天都在做法 所以我自小来说 六兄弟姐妹 有点是 不是说国安天明 而是自生自灭的 所以我很小时候 我已经受到很多不好的影响 我不记得多少岁开始 可能是九岁十岁左右 已经开始不是很乖 一路一路到青少年 一路都是有很多很杂的东西 很坏的东西 进入我的生命里面 我们认为一些不是很好的朋友 但是当我来到加拿大之后 我都更加坏 因为没有人在我身边 我更加坏 其实我记得我在1974年的时候 我到那个地步 我对自己是很放弃的 因为当我 当我做了我所有自己 为所欲为的事情之后 我不觉得我开心 我反而真的觉得 我很灰心 就是我觉得我自己 那怎么办 你现在做完了 你什么都不管了 你什么都试过了 那怎么办 我又不敢坏的事情 总之我自己想到 人生做什么 我当时是非常灰心 我觉得做人做到这样 我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我觉得我真的很没意思 很感恩就是 我有个中学同学 带了我回教会 一样告诉我 就是人是不用这样过的 人是可以好的 所以当时我看回我自己 教会牧师突然都劝我 他说徐弟兄你不要再想过去 无论你过去是怎么样 无论你的起点是怎么样 我们可以重头开始 可以重新开始 所以我对我自己 很勉励我自己 我要重头开始 我 我不知道你哪里有说过 或者写过 我在香港帮一个 机构也录了我的见证 我当时读书真的很差 考会考肥了六科 九科肥了六科我都挺好 我可以坐椅子 坐椅子就是G 是不是 握枪就是F 这些我都拿了 我是非常之差的 父母对我是很失望的 是没有我办法的 但是当我发现 我不需要继续带下去的时候 我真的可以发愤 我回到学校读书 我进了多伦岛大学 读了土木工程 一直跟着后来做工程师 我发现真的人是不需要的 所以刚才我说的说话很重要 无论我们的起点是好是坏 无论我们现今是成是败 我们是不需要 我们是不需要败在其中 我们不要以失败告终 我们要不负此生 所以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你今天怎么样 我个人人生当中 都试过有银机 都试过有困局的 不知道怎么解决 好像觉得这件事 这一世都解决不了了 但是我相信神的心意 是想我们好的 神所创造是好的 既然神的心意是好的时候 我相信人是可以好的 所以当我回顾过去这么多年 我看到神一次又一次 将我在困局里面带出来 帮我在危机当中 我常常我很喜欢 基因敬拜的一首歌叫《我是泥土》 我常常形容自己是烂泥腐不想病的 但当我譬如今年年初去年年尾 看回自己过去 我发现今天我能够到今天 我还站得起来 我体现我身边我有的东西 我发现神的恩典真的够用 所以我仍然很相信 人真的无论起点好坏 无论目前成败 是不需要以失败告终的 所以弟兄姊姊 无论今天你在创世纪哪一章 我不知道你在哪一章 你是被创造之后 还是犯罪之后 你是在恩典之中 只是被俗之后 我们一定需要回到神的面前 我们不要败在其中 不要失败告终 所以亚当给我们提醒 我们要影响人 好的影响 我们要做人 要做好的人 所以亚当的人生 给我们有一些提醒 我们真的不要败在其中 不要失败告终 第二看回亚当的遗命 遗命的情形 遗命的判决 和遗命的后果 我们看到 刚才我说过 亚当是被创造在伊甸园里面 恩典是很丰富的 圣经里面说 神创造很多东西给他 做很多食物 不单止果子 原中的果子 好作食物 做月人的眼目 可以让亚当和夏娃欣赏 可以让他们饱福 神让他们充足 神让他们有命令 但很可惜他们违命 所以如果你把这个加起来 这里说 恩典丰富 有命在先 选择为命 你把它放在一起来说 他们是在恩典中为命的 最后就遇到判决 遇到判决 因为他们听而不从 他们是知道的 当撒旦试探他们 他们是知道神说过什么 但是他们刻意不听 所以后来神对阿当说什么 他说 你不是不听 不过你听从妻子的话 吃了我所吩咐你 不可以吃那树上的果子 各位弟兄你小心 听老婆说是没有错 但是错的话 就算老婆说也不好听 这里说你听从妻子的话 不是说太太说话有问题 而是因为他说话不对 所以才有问题 所以阿当他不是不听 而是他听错 神的吩咐他没有听 不应该听过他听了 于是有后果 后果就是生活会艰难 生命会终结 罪进入世界 死临到重任 其实在很多年前 应该是2001年911事件之后 很多人都问 为什么这么多无辜的人会死 大家可能有读过 Billy Graham的女儿写了一篇 她说我们当遇见苦难 就问神在哪里 神为什么不理 你有没有想过 是我们将神排在我们的生活之外 所以很多这些事情就会发生 我们没有想过这些事情 没有想过这些事情 是我们自己遇命的 以至有这个罪的结果 所以好像最近 这两三年 我和一些朋友分享的时候 他们都说 你告诉我有神 我怎么会相信有个神 你看这个世界见识感 这么多不公平 这么多不公义 这么多的灾难 这么多的无辜 你怎么会有神 我反而觉得我需要神 我需要神 因为人是不应该这样的 如果是神创造我们的时候 我们是不需要这样的 因为有神的时候 神会有审判 神有将为我们预备有将来 所以我们知道神有审判的时候 不公不义的事 神会处理的 当我们今天有苦难的时候 有困难的时候 将来是会没有的 所以我需要有神 如果不是就像我1974年的时候 我觉得人生真的没有意思 真的没有意思 但是在这里 当我看回阿当 他的遗命的时候 我给自己一个很好的提醒 他的人生给我提醒就是 人生要好好过 他的遗命给我提醒就是 不要在因典当中来跌倒 真的不要在因典当中来跌倒 是很可惜的 阿当被造在伊甸园 他真的有很好的环境 但很多时候人真的很坏 你没有发现 当人对你好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就会搞搞震 所以我自己尝尝 我今年年初也是 我再回顾的时候 我提醒自己 我看回今天神给我很多很多的因典 但是不要生恨 有没有发现很多人 当他好的时候就生恨 真的 明明好好的 为什么要突然之间搞这些事情 我们看到大卫 神用他 但是他自己最后也是不生性 所罗门也是这样 以色列人也是这样 神已经照顾有加 但是人总是这样 翻翻覆覆 不断的不听话 所以有时候我真的常提醒我自己 刚才我说过 我要很小心 小事上都要小心 不要放过 不要错过 免得我们渐渐离开了神的恩典 在恩典中堕落 在恩典中跌倒 这个是很可惜的 所以居安私危是很重要的 所以有时候我都看到有些家庭 两夫妻很恩爱 子女的关系很好 兄弟姊妹很和谐 我常常说 你们真的很幸福 你们很蒙恩 但是请你小心 谈心、謹慎 不要塞他们的恩典 不要在恩典中犯罪 我也看到很多弟姊妹跟我分享 他真的很后悔 其实一切都很好 不过自己贪心 不过自己好奇 不过自己不小心 失败了 很多人跟我说 明明很好地 就是因为自己不小心 失败了 所以我们真的要从这些人来 有尴尬 要学 真的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不要在恩典中跌倒 不要看轻小事 不要失败告终 不要在恩典中跌倒 很多时候当一个人 不警醒的时候 刚才我说的一样 当我发现我自己放纵的时候 不谨慎的时候 由小事开始越搞越糟 后来自己想了忍 后来自己脱不了那些习惯 那时候才后悔 但是感恩就是我发现 原来神体是好的 神要我们好的 我们是可以好的 所以我下面都看到 有一句说话说 就是人不可以决定 我们如何来这个世界 但是人要选择如何离开这个世界 无论我们原生家庭如何都好 无论我们以前遇到什么都好 我们有些可能决定不到 有些可能是自己造成的 但是我们要选择我们如何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真的不要以失败告终 所以从亚当几样东西 不要看轻小事 不要失败告终 不要因典中别道 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要听从 正确的听从 第一件事就是以神为首 有三件事 以神为首 以听为先 以行为中 以神为首就是我们做人 一定要 刚才我说到人是神所做的 很多时候我们做事就是这样 所有东西 一个滑鼠 什么都好 我试过反转来用 为什么一个箭嘴反转飞 原来那个滑鼠上下反转了 你要照指示来做的 既然你是被造 你就按被造的指示来做 你才会没有问题 你才会是好的 以神为首就是你要知道 什么是合神心意的 你就要去做 《使徒行传》五章29节 《比德和众士徒》说 信从神、不信从人是应当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以神为首 神做我们 我们就要听神而行 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祂是做我们的 祂有我们的说明书 祂知道我们应该如何 我们就要按照神所做的去做 今早我和一位牧师 和教会两位的执事 我们出去喝茶聊天 都聊了两个多钟头 一直说到 他说到讲道 说到讲道很难说 有时知人要听 但是听了又会不舒服 有时又怕讲道得罪人 有个执事就说了 他说 其实得罪人不重要 应该讲不讲呢 得罪神才是重要 所以他说我们不要为了 怕得罪人而得罪神 我们要记住这件事 因为他们三位都是教会 他会负责带领的同工 我说对 这件事是对的 以神为首是很重要的 所以凡是不合神的事 都不要做 无论多小的事都不要做 第二就是 为了神的事 我们都肯去做 比特前书第二章十九节说 如果要我们的良心对着神 我们去忍受冤屈的苦楚 这是可喜爱的 什么叫良心对着神呢 就是当我想起这件事 我会心中无愧 我知道这个神喜悦这件事 我去做 我不会做神不起悦的事 如果我做了神不起悦的事 就算我受冤屈的苦楚 这也是可喜爱的事 所以不合神 你见试图比特说的时候 他是得罪人的 不合神的事我不做 就算人不喜欢也好 我也不做 我以前做工都试过 很多同事一起去买彩票 大家夹钱 那我不做 你有很多办法欺骗公司钱的 就是开价收据 你签我我签你 做很多这些事 那我又不做 同事又不喜欢 觉得我不埋堆 但是我说我这些事我不碰 他们做完 下班去一些地方 不是很正经的地方 叫我去 我又不去 我不是说跟他们隔绝 但是另外一些事 我会跟他们做 他找我打鞭球 我会打 他找我踢球 我会踢 他找我吃东西都会去吃 但我要明白 不合神的事 就算人觉得我不好也好 他不喜欢我也好 我也不会做 为了神 就算我受冤屈也好 我也觉得是好的 所以这个以神为首是很重要的 灵得罪人 不要得罪神 不要得罪神 要怕神 不要怕人 这个以神为首很重要 我们就需要以听为先 需要去听 需要去听 在圣经里面有很多次提到 有意可听的 我给大家 我应该有写出来给大家看 是不是 要听 写了很多很多次 马大福音有 马鹤福音有 路加福音有 启示录有 有意可听的 我们就应当听 应当听 很多时候人听的很有趣就是 听不到我们要听 听完我们都不应该听 有时都会说 有些人都是 选择性的听 又选择性的记 很多时候听了很多不应该听的东西 所以为什么我上天提到 那些人真的要很小心 刚才我都说 看YouTube 其实可以很危险 听了很多不应该听的东西 看了很多不应该看的东西 要很小心 不单止有意可听的要听 听完你要记 要记你应该记的东西 所以譬如下面 哥罗西书说 用各样的智慧 将基督的道理丰富 会存在心里 诗歌、诗词、灵歌、彼此教导 互相献戒 心被恩感、歌众神 存在心里 神的道理存在心里 以致我们可以彼此献戒 可以歌众神 可以彼此教导 人的选择很重要 刚才说亚当选择为命 我们要选择去听 神要我们听的 我们要选择去听 以神为首的事 选择性 我们要记 我们要听 最近有一次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 有些叫山铁锅 山铁锅炒东西很足够的 很重申 最近我太太买了一个山铁锅 但是山铁锅开了锅之后 如果大家有就明白我说什么 开锅之后 有一层油起面 就不会黏底 煮的东西很有锅气 但是用完之后 就不要用洗洁精洗 你会把一层油洗掉 不止一次、两次 我吃完饭洗碗、洗锅 忘记用洗洁精洗 有一次太太看到我 她说你为什么又用洗洁精 我说过很多次不可以用洗洁精 我说是呀 我知道你说过很多次 但是我不记得 她说你要记住 我记不住 记不住 是在乎你想不想记 你想记你当然会记得 我记得给她说了我两次之后 我真的很难过 因为你知道 女士是很注重厨房的用具 你这样搞和她 那我有时候 我又说错话了 很坏 我最多不跟你开过 即是开过锅 是吧 再用肥肉 肥膏再给你做过 有多厉害 这些不是做不做的问题 你有没有心 听我说话 我这么看重这个锅 麻烦你小心照顾它 那次之后 我自己真的很 对不起 我在洗手间反思了很久 我跟自己说 真的我不可以选择性失忆的 既然是对的东西 要听的东西 刚才我们说以神为首 我都问了 我当不当我老婆有道 还是我当她说的东西是耳边风 这个不是小事的问题 用肥膏再开锅 有多难 不是小事的问题 刚才我都说的 那个不是吃一个果子的问题 是你有没有在神给你的心中 有没有这个最基本的尊重 所以那次我在洗手间沉丝录里面 过了之后 我就跟自己写下 我真的在我手机这里 我自己写下了 不能忘记的事 我就发了个电邮给自己 我这个电邮是不会删除的 每一次我做事都会看到这个电邮 就是不可以用洗洁精洗三铁 写得很清楚 我每一次洗碗之前 我一定会把那种洗洁精移开一尺 就提醒我 千万不要用洗洗三铁 这件事已经过了差不多两个星期 我非常成功 我看到我老婆也很开心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是说 当然我以神为首 我也没有当她无道 我没有当我太太无道 真的 如果你以她为首 你就要以听为先 你说你很重要 但是你又不听 所以我那时候在洗手间反思的时候 反省的时候 我说 其实我口就这样说 哎呀你很重要 我很紧张你 这边你又不听 那你真的很矛盾 如果你是基督徒 你说神很重要 那你又没有听才行 你连看也不看 你连听也不听 你连记也不记 这边听完歌也不记得 那怎样以神为首 怎样以神为众 你真是说话了 对不对 所以我常常提醒那些人 我们有多重视神呢 你不要在恩典中堕落 小事上都要看重 以致我们人生不会失系过忠 我们不要在恩典中堕落 不要这样做 最后一件事就是以行为忠 我们有道要行 雅各书说你们要行道 我们懂得背这个圣经 但是多些时候听完就算数 听完就算数 今天我跟那两位执事 和牧师聊天 他们都问我 今天教会问题在哪里呢 我说太多的讲道 太多的听道 但是没有什么行道 死就是死在感 现在上网他们都说 我们上网什么都听到 中文、英文、广东话、国语、潮州话 什么都有你想听都听到 听而已 但是没有了行 你是不是真的以神为首 有没有当神有道 那你有没有听 听了有没有做才可以 就好像我真的很认真 我觉得我也很认真 还有一件事就是 我经常留下手机 我经常试过不见手机 我试过不见三次 幸好都找回 那些经常都是 手机经常到处乱摆 所以我又答应我说我不会再这样做 我真的真的去做 我又是用另一个方法 很小心 我手机一定 他说你不要 有时不知代者被人生气 他说一定要很小心 记住自己要清楚 所以 这里提到亚国书说你要行道 你要行道 你要听 亚当的问题就是 他是听了 但是他不肯 他不肯 出了这个问题 所以贴上来的前书第五章十九至二十节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 凡事要测验 事未要持守 各样恶事要禁戒不作 不要说两次 不要消灭 不要藐视 就是刚才我说 不要当老婆没到 说了十几年 说了几十年 你总是不听 总是不入心 真是值得骂 有时候我就想对不起 我不是骂你们 弟兄 有时候真的值得骂 我自己也是这样 说了这么久 你当然不听 刚刚跟你说完 又不记得 不要藐视 又不要消灭 自己知不妥 自己知坏 不要做 他说凡事策验 事未要持守 各样恶事禁戒不作 有些要守 有些要停 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来做事 就不会犯亚当的错 不会在恩典中失败 不会连累别人 罪是有牵连性的 所以每一个人 我们安分守己 我们自重 我们是重人 我们自重也是重实 当你尊重神 当你尊重人 你要自己尊重自己 我不会任意妄为 我不会在成功中我跌倒 我不会在恩典中失败 不要藐视 不要消灭 不要珍惜自己 我再说刚才一开始说话 无论我们今天是成是败 无论我们起点是好是坏 我们不需要失败告终 人生有始有终 不要败在其中 科学家成功 因为有律可尘 人生的成功 因为按律而行 我在这里今天 是我今年第一堂 跟大家分享 亚当这个信息 盼望在 无论过去2022年 2021年 过去那么多年 你怎么过都好 无论你觉得总结是成是败都好 都已经过去 但是盼望2023年 我们好好地做 我们应该做的事 亚当在恩典中失败 提醒我们要听神所言 明白神的吩咐 要从神而行 遵行神的吩咐 当我们听的时候 我们有教导 当我们行的时候 我们可以有榜样 而今天人生当中 就需要有教导 需要有榜样 所以刚才我提过 在亚当这个人物里面学习 第一 不要看轻小时 第二 不要失败告终 第三 不要在恩典中失败 第四 我们要按律而行 这些是在你们大光里面都会有的 要听神所言 从神而行 这个叫自重 我们如果尊重神 尊重人 我们应该自重 要听神所言 从神而行 以至能够以成功 来告终 不是失败告终 也都不会败在其中 所以再讲就是 人可以有好的起点 都要有好的终点 人的一生有次有终 不要败在其中 人的起点 不论好坏人的目前 不论成败 人不要以失败告终 人要不负此生 求主帮助我们 从亚当的人生中看到 我们要珍惜 我们要小心 好好过我们一生 但愿2023年 是美好的一年 美好的一年 无论环境如何 我们要在其中 站得稳 站得住 能够听神所言 能够从神而行 过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生 过一个合他心意的2023年 好 我们一起祈祷 天父我们求你帮助我们 不要对神的话 好像耳边风 听了算数 我们不要藐视神的话 我们不要消灭你给我们的感动 神你创造我们原事好的 但人往往做了很多不应该做的事 因为我们选择性失忆 为了选择性去聆听 我们只是想听我们的心所好 心所想 有时我们会挺而走险 觉得小事不重要 以至一失足成千古恨 我们很多时候因为蒙恩 我们会放肆 我们会忘恩 我们在恩典中我们会失败 我们赴了神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求祝你帮助我们 无论过去怎么样 是成功的要守住 是失败的要起身 帮助我们一定要赢在终点线 帮助我们 懂得去反省 懂得去悔改 懂得去持守 懂得去珍惜 帮助我们尊重神 尊重人 因为遗命是不应该的 连累人也是不应该的 让我们能够自重 好好做人 能够荣神 能够益人 让我们能够小心过我们的人生 以是我们不会辜负一生 听我们祈祷 奉耶稣的名祈祷 阿们 阿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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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